這裡是中野站 我們要來介紹中野到高原寺的周遭夜生活 中野這個地方也是居酒屋百家真名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Lenga Zaka 這裡有很多的小酒館和特色餐廳 很適合情侶來這邊小酒一下 那我們來看看這家叫什麼名字 叫做露珍記的魚類料理餐廳 我覺得啊山藥泥跟這個鮪魚的味道意外的大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那個 哇沙比跟醬油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match 這是白海盜網董用延伸釣法釣起來的魚 拼好了脆脆的 有點抹了鹽淡淡的鹹味 然後它的肉呢 有點嫩的 整個整體來講我覺得很新鮮 吃飽飯囉 然後去中野的中央公園散散步 這邊夏天的時候也有一些像這樣的啤酒花園 我們換個十五分鐘啊 現在來到高原寺 這邊的商店街的商店跟餐廳 夜到比較晚一點 連藥妝店都還有開喔 高原寺啊在高架橋底下也有多風味的聚酒物 以及串燒店 它這個醬啊 配上這個雞糰子的那個味道 真的超達超棒 好沙比根烤的很脆很油 然後配一點蘆筍解膩 讚讚讚 以上就是中野到高原寺的夜晚行程 這裡的觀光客比較少 可以來體驗一下道地日式的風味喔 我是韋恩 我是包伯 大家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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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很多程度 我們看到這次很快 再次天啊 請暑察 為什麼 大家